請看根號的運算這邊 請打100顆星 這個考試必考 很重要所以請你仔細聽 如果你不太會的話 拜託你一下請你回去 把我的影片看詳細一點 有關於根號的運算這邊 第一個我們先來的觀念 什麼叫做根號 請你看這邊 我如果說x²等於a的話 那請問你 x²A的什麼東西 來不會螃蟹下去 比如說2²等於4 請問你24的什麼 24的什麼 叫做平方根吧 所以想去x就是a的平方根 反過來那4是2的什麼 平方 所以平方跟平方根呢 很像什麼東西 很像那個因素跟倍數的觀念對不對 我如果是你的因素 你就是我的倍數 反過來講我如果是你的平方 你就是我的什麼 平方根 那唯一你要記數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好注意聽喔 唯一你要記的東西是這個 記數一下喔 正數的平方根會有幾個 應該要幾個才對 應該要有兩個 什麼意思 比如說4的平方根是多少 4的平方根 你不能只寫2 你應該寫多少 你知道嗎 你要寫正負2 所以要記數一件事情喔 平方根都該要兩個才對喔 因為我跟妳講喔 同學要租頭 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問你7的平方根是多少 7的平方根 老師寫不出來 記一下 這個是我們下面講的根號的問題 7的平方根 我們就寫根號7 所以任何數的平方根就是根號自己 聽懂嗎 但是呢 當我講平方根的時候 前面要幹嘛 加正負 這樣會了嗎 所以5的平方根呢 就是正負根號5 4的平方根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4的平方根 你可以寫東西 你可以寫的是正負根號4才對 這樣會嗎 然後只是因為根號4的那個 根號4的部分可以寫的2 所以才要寫正負2 這樣聽懂嗎 會啦 所以接下來喔 平方根都應該要兩個喔 正數平方根應該要兩個 但你說老師有沒有只有一個的 有 0的平方根是多少 0 只有微拍格而已 這樣會啦 好 下一個你要會東西 這邊打信號 不是 根號的a平方是多少 你知道嗎 第一個你要會東西是 平方根根號這個幹嘛 消掉的 所以答案寫a 但是你記住喔 你要加什麼 絕對值 因為根號出來一定要為什麼 正的 這個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知道根號裡面出來的數字 正還是負的話 請你加絕對值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請問你 根號負2的平方是多少 你不能把那個平方根號 下一個單寫負2 不對 要幹嘛 你要加絕對值 所以答案是2 所以簡單講 當你把根號消掉出來的時候 答案是多少 答案應該是為正的 會啦 然後當然 下面還有一些常見的根號 那個平方根 你要自己記一下 什麼東西 121 144 169 196那個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 那個常背的那些 那種所謂的完全平方 要背起來喔 如果你有背的話就很快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根號324是多少 324是多少平方 18 所以根號324可以寫是18的平方 所以答總答案只寫18 注意不要加正負 我說除非我寫平方跟x加正負 如果只講根號的話呢 那正就是正負就是負 沒有問題 會啦齁 接下來喔 好這個部分 根號的加以成熟 這個呢很簡單 簡單講旁邊自己寫一下喔 他跟位置數相 那個一樣 和位置數那個計算一樣 他一元一次 對不起 他那個位置數 計算相同 你要不要把補充上去 什麼意思咧 譬如說 我們會不會加到底啦 譬如說我們講舉個例子 x加x是多少 x加x 不就2x嗎 對不對 那x加3x呢 我就4x 那請問你x加y咧 你不像什麼 老師x加y給這個x 然後y 把它寫在一起 沒有人這樣寫的吧 x加就是答案了嘛 對不對 那簡單講 相同的根號 你把它想像同是相同的x 所以根號2加根號2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x加x 所以根號2加根號2是多少 就是2根號2 會嗎 然後在這個地方 3乘根號2 就相當於3根號2 你可以把它根號拿掉 相當於什麼東西 相當於3乘上x 就3x 對不對 會啦 解理是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該不拿 好那看這個變這個 譬如說 2根號3-4根號3加到2根號 那是多少 那感覺像什麼東西 感覺很像是2x-4x加2y 為什麼 因為相同的根號 就相同的位置數 不同的根號就不同的位置數 所以請問你 2x-4加2 為什麼 是不是變成-2x-2y 那如果現在感覺根號一樣 2根號3-4根號3 是不是變成-2根號3 然後加多少加上2根號2 這個就答案了 這樣會嗎 所以簡單講 根號的加減 就跟那個位置數的加減 是一樣的 好那乘除的話更簡單的 根號乘根號3 答案是多少 答案寫根號6 就直接成就好了 這根本不難 相處的話一樣 答案就直接寫根號3分之2 那當然我先講一下 這裡面有個東西很重要的 叫做游理化分母 原來分子這個我們現在講 好不好 ok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